好,随便聊聊最近大家可能也慢慢地进入美国大选的状态了 因为基本上共和党这么好几次初选的辩论 这些竞选者他们在各个地方的polling支持率 你会看到特朗普确实在共和党里面一家独大 能够超过50% 那么其他的一些候选者像Nikki Haley 从5%到7%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增长 他都会觉得gaining momentum获得了某种势头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已经基本上看到了拜登和特朗普会再次进入一次对决 为什么拜登还一直在任 难道他特别喜欢当总统吗 我个人觉得拜登和特朗普可能内心里面深处吧 不一定想继续当总统 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match up 就是你让拜登和共和党 除了特朗普之外的其余人如果要对决的话 其余人很有可能就会打败拜登 为什么呢 我们看经济方面大家的感受 虽然说经济上面的数据 从观上来看 拜登经济学 拜登治下的美国经济 还不是特别糟糕 甚至还有很多让人意外的惊喜 比如说失业率特别的低 时尚最低 其次呢 这个通胀已经慢慢的降下来了 虽然说还是高于美联储的2%这样的一个限 但基本上就是各个方面都在往下慢慢的降 因为加息了嘛 然后第三呢 就是大家的工资 也有一定的涨幅 特别是最近大家听到的一些工会 他们争取工资涨40% 公司都已经承诺20%了 最后就是谈最终是百分多少 就这两个区间里面走 所以拜登经济学 而且还给很多州带来很多money 比如说很多州要搞基建 这个基建的money也是拜登的那个 Inflation Reduction Act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清洁能源 新能源各方面也有很多钱 拜登其实各个数据宏观 都不差 但是呢 大家的感受不是特别好 就有的时候宏观数据和实际感受不一样 可能很多人去Costco买东西 发现肉变贵了 去加油的时候感觉有怎么又贵了几毛钱 对吧 所以个体的感受跟整体的经济会有差别 拜登呢就是吃了微观的亏 现在基本上50% 大概55%的选民认为经济不如特朗普时期 就30% 他觉得拜登经济比特朗普时期要好 这是大概的一个民调 但是我们如果要细究的话 其实像通胀 这个跟特朗普四年国债又增加了7万亿美金 这个图表干系 对吧 这应该是超越前任所有四年能够积累的国债的总量 7万亿美金 特朗普时期 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拜登他还要上呢 我觉得拜登如果说如果特朗普不上 其他人上 这个时候拜登就会更有动力把这个空缺让给其他人 让年轻人去选一选 对吧 毕竟自己都快80岁了 那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任的时候 那就得让副总统接任 而副总统呢又是哈里斯 哈里斯就比拜登这个支持率更低 就民调对哈里斯的印象就比拜登的这个微弱的百分之 刚刚过百分之四十 还要更低 因为哈里斯确实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 而且被分配的事情也特别的困难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成绩 加上右翼的媒体 对哈里斯有各种基于性别种族各方面的这种戏谑 或者是讽刺 反正就是被毁掉了 哈里斯的人设是被毁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会更加激发比如说一些中间选民 不太喜欢哈里斯的选民 如果拜登继续上 那就意味着哈里斯有可能在拜登执政的后期就会接任 这个就是一个threat 这是一个威胁 或是一个生存性的威胁 觉得哈里斯比拜登要做多了 对不对 那正是因为特朗普 他要上 导致拜登觉得有机会了 其他人我可能赢不了 但是特朗普我可以赢 因为我已经赢过你一次了 而且特朗普现在官司缠身 可能对于他的铁杆来说 支持你可能会反而增加 但是呢 不支持特朗普的会是中间选民 由于特朗普可能在明年 从爱荷华到辛亥布什 一直到后面 可能有几次重要的这个庭审 大家知道在美国庭审 如果放在电视上面 其实是非常具有收视率的 包括以前的辛普森案 你可以想象到时候可能整个大选 就会经常看到特朗普在法庭里面出现 这个时候拜登他也没有太必要到处跑 就跟新冠疫情期间一样 2022年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说拜登是待在地下室的 对吧 in the basement 不需要去 去拉选票 其实也是因为新冠流行 也不希望有太多人聚集在一起 所以说到了明年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经常看到 特朗普又被叫去 这个在法庭上露面了 对吧 比如说佐治亚州的那个案子 这个可能是对特朗普 最具威胁性的一个案子 因为即便特朗普他当了总统 当了2024年的总统 佐治亚的那个案子 是州这个层面的案子 就他不具有豁免自己的权利的 我们讲叫赦免 对吧 总统有赦免 他可以赦免自己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我可以pardon myself 但是这个案子是从州打上来的 州的话 佐治亚这个州 和他在联邦居有的赦免权 是不兼容的 就是他不能赦免 他在佐治亚面临的这个官司 其次就是佐治亚的州长 他跟其他很多州的州长不一样 州长大部分很多州都具有赦免权 我可以赦免某个人 对吧 但是佐治亚的州长没有这个权利 就现在的法庭没有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就说 可能今后这几个案子 六个案子 对特朗普最具威胁性的 就是佐治亚州的这个案子 那么也就是 即便他当了总统 他有可能会被定罪 那么一个定罪的总统 一个经常在庭审出现的总统 可能对于他的铁杆来说 增强他们的战斗意志 把特朗普描述成受难的耶稣 但对于很多中间选民来说 这个其实对特朗普不是很有利 所以说特朗普上 拜登心的底气就灼了 又是老格上 之前打败过你 那我就继续 那么我还可以拉这样的横幅 打败特朗普 不光光是打败特朗普这一个人 而是为民主而奋斗 因为特朗普在美国 现在被看作是对民主制度的 一个重大的威胁 因为他具有权威主义的人格 反正不管他有没有权威主义的人格 但是在很多独立人士 或者是左派人士看来 特朗普确实具有 这个authoritarian leader的特质 然后在很多方面 他体现出的就是不太尊重 美国的一些规矩和宪法 有一次还带着这个马克米利将军 出现在一个教堂前 因为当时街上有一定的骚乱 对吧 就相当于把这个将军 带到那个教堂前 他手上拿着一个圣经 就摆拍了几下 那么背后就有这个马克里米利将军的 这个背书感 但后来发现马克里米利将军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的目的 有点不忽悠到这个教堂 给他合拍了一张 就相当于给这些示威者一个下马威 好就从总体来看吧 就是我觉得拜登2024年继续参选 跟特朗普他面临各种指控 他必须通过参选这种方式 转移注意力 甚至能够登总统大位 从而可以顺免自己 但是有一个州 就是佐治亚州这个案子 他是无法顺免自己的 好 就这两位是相生相伴 就没有特朗普 就没有拜登的胜利 同时呢 没有特朗普遭到各种指控 特朗普也不一定愿意再继续 当2024年的美国总统 毕竟他到时候年龄也很大了 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国内很多自媒体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右派媒体 会把拜登刻画成一个行动缓慢 行动迟钝 经常口误 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举动 甚至还会编造一些事实 比如说拉锡啊各种 但其实如果你看特朗普 他也有很多这种老年人的一些问题 他也会把很多单词念错 他也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让你觉得是不是脑年痴呆了 Color Report I wish covered The Orange is How it started In the failing New York Times By Anonymous Really an Anonymous Gutless Coward They sacrifice every day For the furniture Future Of their children Tim Apple Mike Pounds I know words I had the best words Yosemites Yosemites Nambia Thailand You have voter ID to buy a loaf of bread The Democrats Oh there was a mosquito I don't want mosquitoes around me I'm a very stable genius The disinfectant Where it knocks it out In a minute One minute And is there a way We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By Injection I tested positively toward negative Right People are flushing toilets 10 times 15 times As opposed to once 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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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to wash your hands You turn on the sink The water comes up No get those lights off Off You have a shower It's no good for me Remember the dishwasher You press it Boom It'd be like an explosion One of the wettest we've ever see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water The wor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ho is cognitively impaired In no condition to lead And is now in charge of dealing with Russia And possible nuclear war Just think of it We would be In World War II Very quickly God bless The United Church 只是那些视频里面 一方面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传播 另外一方面就是特朗普 虽然说很二 对吧 看上去很痴呆 但是他痴呆的时候非常有能量 就是他痴呆的时候很自信 就是你痴呆的时候很自信 Energetically Cenile 或者是 You know Discombobulated 跟你 诶 犯了错误 你可能有点尴尬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种感觉 所以说 我觉得特朗普的优势就在于 即便他再怎么犯错误 低级错误 但他 很自信 他 就是有这种 把整个房间里面的氧气 全部吸走的这种 这种气场 对吧 有两种不同的痴呆 对吧 我们这有说 躁郁性痴呆 还有一种叫做 像特朗普这种 人来风 的这种痴呆 这个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就会感觉 这个拜登确实很老迈了 但特朗普感觉又很有活力 但其实他们 犯的那些口误 都挺多的 因为拜登本身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口吃 对吧 他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去慢慢的去克服 本身就有这个口吃 特朗普呢 讲话挺利落 但他年龄也确实挺大了 犯一些 很常识性的错误 或者是讲一些很忽利 讲一些胡话 挺多的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搜 好 那么讲到麦卡锡 其实麦卡锡在 十多年前 和Eric Cantor 还有后来的众议院议长 这个 Paul Ryan 保罗瑞恩 写了一本书 叫做Young Guns 类似于三个火箱手吧 就相当于共和党 新生代 然后他们各自呢 有各自擅长的东西 比如说当时的Eric Cantor 是这个少数派的领袖 众议院少数派领袖 当时应该是佩洛西吧 佩洛西是 议长 在奥巴马 刚刚执政期间 2008到2010年 我们看到了查党运动 就美国自带危机 然后应对这个危机 引发了共和党里面的保守派 所谓的查党 对吧 然后 这三个人 就是在查党运动 这个过程中 起来的 然后也被议为 是能够 既往开来 能够把里根的这个传统 又传递到后面 这三个人还拍一张照 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 叫Young Guns Eric Cantor 是 类似于这种 很有思想 见底的 他具有 这个保守派的一些非常精 精妙的一些 一些思想 他是整个三个人组合里面的思想家 但后来Eric Cantor没有选上 对吧 好 那个保罗约恩呢 是在伯纳议长 被 他自己辞掉了 他又 他也面临了类似于 后来 咱们看到了 Key McCarthy 要被罢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 把共和党里面那些活跃的 激进的 极右的那帮人 给 垄落住 或者是 能够把整个 共和党的盘能够 hold得住 好 那么他下了之后呢 这个保罗约恩 就上了 很年轻 而且 人也长得挺帅的 以前还是安南德的信徒 他是政策方面 特别的在行 就是对一些细节 推进一些具体的政策 很在行 如果你说Aeric Cantor 是这个 idea 很厉害 那么 Paul Ryan 就是 execution policy 那么 Key McCarthy 当时是挡边 那么他 最擅长的就是筹钱 所以说这次 Key McCarthy 他这样按揚离去 那么对共和党来说 筹款这个事情 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个Key McCarthy 在筹款这个方面 是一把好手 就 很能够在Donner那边 获得 他们的认可 达到各种 潜意说明 他这个人格 比较适合 去搞这种事情 也说明什么 也说明他 比较的 油滑 就比较的 机会主义 你在美国众议院 你不机会主义 你就会死得很早 对吧 就麦卡锡能够坚持 那么好几个月 从去年11月 这个议长选举难产 到现在 也坚持了很多个月 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他当时为了能够 当上议长 改变了一个规则 就任何的共和党里面 的一个议员 就可以发起 这个动议 叫Motion 对议长进行 这个投票 罢免 那么这一次 整个共和党里面 最不受欢迎的 最被边缘化的 一个很极右的议员 马特盖茨 也是最不受待见的 而且自己有各种问题 包括 这个生活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跟麦卡锡 有很多私人方面的恩怨 麦卡锡也不重容他 所以说这一次一方面是 在私下 就相当于报告私仇 同时呢 又通过去年11月 后面议长难产 这个修改的这个新规 然后发起了动议 然后民主党呢 这一次也没有给麦卡锡面子 为什么呢 这里面很多人说 民主党 你这个不帮一下麦卡锡 对不对 之前还通过了这个 临时的预算法案 叫CR 对吧 政府这样就 就有钱了 可以再继续坚持到今年年底 对吧 怎么会帮助麦卡锡一把呢 按理说 民主党 不投给麦卡锡 是本分 投给麦卡锡 是勤分 这一次麦卡锡 虽然说 他似乎 走了一条绝路 同意 无条件的通过这个CR 让政府不被关门 没有给民主党带来任何 这方面的要求 共和党 极右翼他们的要求也没有放进这样的一个条款里面 但是呢 当 通过了这个CR之后麦卡锡对民主党立马就批评 他没有批评这个共和党里面那些极右的 就说民主党这些人 就是不合作啊 或者是给我使绊子啊 各种对吧 所以就麦卡锡这个人他特别的圆滑 他有时候做事情的风格 左一趴右一趴 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其实也让很多民主党人觉得 麦卡锡就是 又来又玩老的一套对吧 所以说这次没有投麦卡锡一票 民主党全部都是支持半年麦卡锡 这个是本分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众议院里面 这些这些基本的做事的这种尺度 总的来说就是 共和党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从2010年这一帮查党进入共和党的参议院 也占了多数 奥巴马推动了奥巴马医保 同时呢 拯救大银行这个本身对这些查党来说就巨大的刺激 所以2010年奥巴马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是大败对吧 失去了 这个 很多很多的这个席位 也相当于是 消耗了自己大量的政治资本 为了通过这个奥巴马医保 为了这个拯救银行 大家可以去看奥巴马那本书叫应许之地 所以说麦卡锡 这么一下子 你可以看到 艾瑞坎特走了 没有选上 Paul Ryan 暗然离去 Paul Ryan 之前是那个乡村 共和党 这个 Country Club Speaker John Boehner 我在B站上还有提问博纳议长的那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好 那么最后就是Cat McCarthy 最后大家都认为Cat McCarthy 这三个人里面最终还剩下Cat McCarthy之后 麦卡锡也就支持了 几个月就下来了 好 现在呢 大概的情况就是 有两个人也许会成为议长 这个临时议长就肯定不会最终选上 他也没有这个打算 现在就是 Steve Scalise 和Jim Jordan之间在争这样的一个议席 Jim Jordan是比较 特朗普主义的 就特朗普的这个中粉 应该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然后他对乌克兰问题也是觉得不应该继续 大笔大笔的钱输送给乌克兰 所以说这一次整个议长争夺的背景 或者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是不是有变化 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那就是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 如果美国由于新的议长是Jim Jordan 是一个特朗普主义者 那么他按照他的这个计划来的话 那乌克兰的前辈了 那前辈撤走之后会不会有所谓的多米洛 骨牌消音呢 那欧洲那些国家是不是也会撤资呢 对吧 这个可能对战局有重大的影响 而这个Scalise呢就比较偏建制派一点 他是这个Kell McCarthy的副手 如果他选上的话 可能对乌克兰来说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大 但是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总体上也是因为美国政治的极化 而且众议院本身就有这种传统 就是相当于类似于一党专政吧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如果你是众议院里面的多数党 你作为这个speaker 你就有很多很多权利 相比于少数派 你可以制定这个议程 你可以发动你的这个多数席位 去推动很多法案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由于各种规则的改变 包括共和党里面有一些捣乱的人 对吧 跟这个共和党里面的领袖 不待见的人 他们会只通过一票 就可以发起这样的动议 去罢免这个议长 这势必会影响今后 整个众议院的格局 就众议院里面今后有可能 这种情况又会反复出现 因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先例了 你看一个最不受欢迎的马特盖茨坚板 能够筹款 很短时间能够筹两亿多美金 的这样的一个筹款大佬 这么简单的就给罢免了 这个势必对众议院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所以说即便90年代 那个非常 影响不是特别好的 当时共和党的议长 纽特金格里奇 纽特金格里奇他都写文章 批评这个马特盖茨 这扰乱整个众议院 共和党的这个秩序 应该把它驱逐 这就是我大概的 一个勾勒吧 就最近 包括凯特马卡西的事情 还有包括特朗普和拜登 2024年会出现的情况 以及他们为什么又碰头了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